香港一名警员早前在关塘遭人用刀割伤警部 涉案的18岁青年被控一项有意图伤人罪 10月18日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被告申请保释被拒 案件押后至12月27日再讯 以便警方搜证及进一步调查 报称为学生的被告许天丽 被控于10月13日在香港铁路关塘站A1出口天桥 意图使警员身体受严重伤害 而非法及恶意伤害该警员 案件15日曾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被告因留意缺席聆讯 案件押后至18日再讯 控方于18日在庭上称 警方需要时间搜证 包括化验医务及手机 查看视频片段 获取伤者的医疗报告等 裁判官批准押后案件至12月27日再讯 裁判官还表示 考虑到控方陈词及案情严重性 应控方要求拒绝被告保释 虚还押后审 但可保留8天的担保复合权利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